德国有一本杂志很有名的做过调查 它说十九世纪的绝症是肺病 二十世纪的绝症是癌症 二十一世纪的绝症那是忧郁症 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会越来越想不通 因为我们老觉得为什么 为什么让我生病 为什么让我承受苦难 为什么让我有这种不孝的孩子 为什么让我能够承受自然灾害当中的苦痛 一切都是为什么 他们没有知道这是个原本 人想不通 万事皆痛 现代人的心病已经造成对人身体的伤害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多事情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去想通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越来越想通 所以虚度时光 当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才想明白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却已到了尽头 人生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呀 当你明白了 你也没有办法再去选择了 只有彻底的开悟人生 懂佛法 人生无常 知佛法难闻 才会精进修行啊 释迦摩尼佛 当年与托伯的化缘的弟子 回到了给孤独园 给孤独园 这是一个佛陀居住在当年印度的一个地名 就是这个名字叫给孤独园 吃完饭之后 大家一起再洗箔 箔就是一个碗嘛 佛陀呢 把水装满一个箔 借机就对弟子开示 你们想想佛陀这么平易近人呢 他把自己的碗洗完了 把水放满 他就开示了 他拾起一块小石头 丢入了 丢入了这个箔中 这个碗当中 这个碗里的水啊 马上就满了出来 他就问道 你们的心像一个箔 烦恼呢 就是你们的水 现在这个水 现在这个箔中的水满了 那么你们已经有很多的烦恼在心里了 这个石头呢 是你们的业障 丢入你们的心中 你们的烦恼就溢出来 有谁可以告诉我 把这个石头 比作我们的业障 丢入这个箔中 而永远不会溢出来的方法吗 弟子们 弟子们 默然 就是大家都没有声音 佛陀 叫弟子 拿来一个很大的箔 把原先 佛陀用的这个箔当中的水 倒入了这个箔中 再丢入石头 水在箔中 石头也在这个箔中 未有一滴水溢出来 佛陀说 弟子们啊 正如这个箔一样 如果你们的心量更大 烦恼和业障 就不能困扰你们的心 如果你的心像船一样大 不但可以宰着自己的石头 这里讲的就是业障 也可以宰众生的石头 一起到达彼岸 台长曾经跟你们讲过 人的心要大 可以无限的大 人的心要小 可以像针边一样的小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今天台长跟大家讲 你们所有的人就想一想 一根针这个针边这么小 你们的脑子马上心全部就像针边一样小 如果我今天跟你们讲 用你们的心来造一个大的城市 你们的心就会想象一座伟大的城市 哎呀宽广无比 这就是你们的心可大可小 所以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 记住了 乘是什么意思 过去讲这个乘就是船的意思 所以要有一个很大的法船 用我们的大城才去把这个伯法能够载上 所以我们的心要不断地向上精进 要不断地放大 境界的追求 那是无边无际的 回到自己的心 在追行的过程中 你就能自由自在 救度众生 用菩萨宽广无比的爱心 用菩萨无比宽广的慈悲心 你就能锻炼自己的心量 你就能在人海茫茫当中 自由自在的救度众生 啊